情欲流动专题影展即将开始 11部影片将会打破大家对于性别议题固有的想象 以色列是全世界第一个承认海外同志婚姻的国家 开幕电影《足球男》哪有这么gay 描写一个足球明星他因为一场意外被迫公开出柜 却大受欢迎 引发一连串搞笑的情节 以色列足球男明星被黑帮胁迫 要他在全国观众面前公开宣布自己是同性恋 这是影展开幕片《以色列电影》《足男》哪有这么gay 电影中的主角公开现象后并没有折损人气 还被邀请到学校讲课 也更接近自己的梦中行人 策展人说会挑选以色列电影是因为这个国家其实很特别 其实以色列他们对于性别的友善程度比我们想象印象中的多一些 像他们算是在亚洲他们是第一个就是可以承认海外同志婚姻的国家 对那所以我会很想知道说如果透过他们的影片来看 他们是如何呈现他们性别友善 或者他们对于在性别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所以来特别这次选了三部影片 情运流动专题影展以11部影片勾勒流动的情感 呈现不同国家城市的统治故事 人的情感是多重 而且是暧昧模糊 是不定的 是流动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子 大家可以对于不同的性情相或性别认同 是不带有任何的标签或是任何的框架去定义他们 2006年票房亮眼的国片《盛夏光年》 片中演员张瑞嘉和张孝全获得金马奖提名肯定 描写两个男生从小的情谊 随着成长而隐藏不了的暧昧情愫 影展中还会特别放映35厘米的胶卷复刻板 像今年度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日舞影展 其实今年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胶卷拷贝的放映了 那我们其实觉得胶卷这件事情 很多导演还是很坚持希望可以用胶卷来拍片 我们也希望透过胶卷放让大家重温 不管是重温过去的影片 还是重温过去这样子的媒材去拍片 那种颗粒感那种胶卷呈现的感觉 领带长发红指甲是巴西纪录片 访问当地的艺术家还有设计师 弹桃是否能够用衣服打扮来判定一个人的性别 这部影片获得2014年里约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 透过缤纷绚丽仿佛嘉年华的场景 看见美光灯背后的心酸故事 三月登场的影展邀请民众用更开阔的心 看待自由的情欲